这个线条还有这些小点没有在图案上画出来 大家可以自行选择这些个修制的位置 首先先把绣波打开,把绣波绑上 把图案放到绣波的中间 然后把上面稍微粘紧一下 把绣波拉平 然后把绣波粘紧 然后拿出一根线 一根线还有六小骨 我们使用的时候先分一下骨 一般用到的是两小骨 这样从一根线里面 从线的中间这样 分出两小骨 然后把线撑开 这样拉开的时候把线尾旋空 这样不容易打结 然后把线穿到针上 你们也可以用自己的方法来穿针 怎么样能穿得上就怎么穿 然后这样把两边线尾错开 一边短一边长 在胶长的线尾上面打结 只用单边的两股线来绣 现在是一个橘黄色 先把小鸭的嘴巴绣一下 这里用的是钻棉球 然后还有这边小猫的脚 也是一个深一点的黄色 这样能钻棉球 把这个小圈留出来 这边这几道先给覆盖住 最后再洗 这边这几道先给覆盖住 好 然后这只小手刷完以后 剪完以后 把这边耳朵这里修一下 这样斜着修 这样斜着修 然后修的比较稀的地方 可以这样补一下 然后修的比较稀的地方 再来到这一半 然后这边的耳朵是像这边斜着修 顺着它耳朵的朝向来像 这边 现在两股线快要用完了 刷到反面 然后打个结 剪绝多余的线头 然后把刚才剩下的四股线 再分成两个两股的 还是用两股线来继续修 这边的一块刷完 然后这边的一块刷完 把它的鼻子还有小爪子 这里修一下 把它的鼻子还有小爪子这里修一下 然后再把虾子切成了 那么多小爪子 我们将一块刷完 我们将一块刷完 一块刷完 那些油温都没有 大小爪要做 那么多小爪 我们将一块刷完 这一点绣完以后 从中间这里开始向两边绣 然后眼睛这里从眼睛的这条线上面穿 再来一遍 然后眼睛过了以后直接拉下来 胡子这里覆盖住最后再绣 把筷子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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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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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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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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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